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海飛揚 那麼現階段的行情 你看看今天的行情是跌停的加速也多 漲停加速也不錯 但是跌停的標的幾乎都是 最近這一個禮拜之前上半週 所謂的一個熱門的 你說航運或者是相關鋼鐵 或者是一些船產的部分 它看起來前幾天是強勢的 但是又過熱了 現在連續的跌停 然後漲停的 卻是那些提早就先修正的科技類股 那今天很多已經跌升了之後出現反彈 甚至量增漲停 所以今天漲停的標的 如果持有的人也不開心 因為也套很深了 也沒辦法開心 那今天跌停的標的呢 卻有很多人不太開心 因為最近高檔區才追進去的 所以其實這個行情 你說今天跌200多點 市場的那個氣氛它還是偏弱勢的 因為今天漲停跌停的標的裡面 其實它並不會造成市場上有出現任何的一個樂觀 或者是信心的回復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是 就像我這邊測標所寫的 你要現在確定的是什麼 你現在要確定的是 你一直以來 如果你一直以來你是獲利的 長期來你是有累積到獲利的 那代表你的方法應該是對的 那如果你的方法對的話 你原則上你會一直對下去 就算你偶有失敗 偶有小挫折 可是你長期來看 你的方法它就是可以創造獲利給你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前提之下的話 你現在要去思考的是 那我既然方法是對的 那我就要堅持用我持續對的 能夠幫我創造財富的那個方法 繼續交易啊 你不能夠因為說 因為最近大盤不好 最近如何如何 最近怎麼樣 國內有疫情然後怎麼樣 你就找了一堆原因跟理由 然後告訴你說 是不是要改變做法 持續讓你獲利的那個方法 它絕對能夠持續幫你創造財富 所以你要堅持做對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提醒你 如果你有一套方法 是能夠持續幫助你賺錢的 你繼續做下去 不要想太多 繼續做下去 堅持對的做法就對了 那我的做法 我也一樣告訴各位 我每天都講了 我說你操作股票 就是不要去跟著人群走 對不對 不要去追逐熱門的 你就是找尋那個波段轉折機會的標的 利用這個做法 你絕對能夠長期累積獲利 所以你看 我們講近期你看這個839年金益頂 你會發現基本上我 大部分標的我都能夠預告 為什麼 為什麼都能夠預告 因為我講過了 就像我這邊所寫的 其實你要獲利 就是你要抓轉折 或者是所謂的波段的大轉折 不管是什麼樣的類型的轉折 基本上它都是會告訴你 你一定有一個做法 讓你去掌握住 所謂的轉折的一個出現了嘛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尺寶所寫的 它準備要轉折 啟動一個波段的漲勢之前 它絕對會在一個尾聲 準備啟動前 會讓你看到所謂的籌碼的集結 然後再加上 它進入了周轉折 籌碼集結 搭配周轉折 你進場佈局 那你未來會發現 你就是買在哪裡 轉折的位置 那利用這個做法 你會發現 我們常常可以抓到什麼 一個大波段的轉折 那當你每一次都是以大波段 或者是波段的獲利 為主要的一個獲利基礎的話 你長期下來 你說你累積不到大的財富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你的做法 一直是累積這種大幅度的獲利的時候 現在經歷的疫情干擾 或者是全球一些通膨的雜音等等 太多的利空的一個干擾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對的方法 你就繼續堅持下去 因為持續這樣做 你可以持續的 絕對持續累積獲利 所以今天 我昨天就提醒你的一檔標的 我說它是一個新的趨勢 你要去觀察 那這個標的呢 今天開始怎麼發展 我們等一下再來聊 但是我們先看 正確做法怎麼做 然後你看再套用到現在 現階段 我們繼續這樣做 你看今天又得到什麼 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方法對 它就會一直對 不要一直去拿外在的因素 外在的新聞消息 什麼訊息去一直影響你自己 那是不對的 方法都對了 你為什麼要改變它 你的方法就是幫你 一路以來就幫你賺錢的 你為什麼要改變它 對不對 沒有道理 沒有說因為現在國內疫情升溫 所以你改變做法了 好奇怪喔 你原本做法就是一直幫你賺錢的做法 為什麼你突然因為最近疫情升溫 所以要改變做法 好奇怪 你懂我意思嗎 那是不合理 這是不對的喔 堅持對的方法 繼續做下去 所以 我說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我每次幾乎都可以預告 為什麼 因為就是做法嘛 你的方法對了嘛 這邊大量進貨之後呢 開始做一個回落 這就是守法的問題啦 然後出現籌碼集結 那集結進入週K的一個週轉折 我就告訴你 就是一次就要大賺嘛 集中火力一次大賺 在那個那一週去買的 中壓 你絕對大賺 那後來呢 經濟已經就上去了 已經跑到這邊來了 所以你看 你會發現 你在什麼位階 這一週K線 有沒有 後來拉長紅上去了 拉上去了 所以你回頭一看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週轉折嘛 籌碼集結之後 週轉折上來 籌碼集結之後週短折 回到日線來看 已經走一波了 週線一個長紅 又大漲 又亮燈漲停 50張大賺50萬了 50張就大賺50萬了 127又漲停 一大波上去 50張就大賺76萬 就接近百萬了 你看 一檔股票 又大賺接近百萬 而且你只買50張 50張 了不起100多萬而已 三次頭的股票 三次幾塊的股票 你買50張 所以 看在很多有資金的觀眾朋友 你會發現 隨著變變三次幾塊 你買個100張 你都可以做得到 對不對 所以人家50張而已 就70幾萬 一個波段上去再創新高 那你買100張呢 接近150萬 但問題是你在什麼位置買 有沒有 所以 當你的方法對的時候 你每一次都可以賺大波段 那其實這個波段 你算大波段嗎 不算 它就是一個轉折 周轉折到了之後 給你一個波段的行情 可是真正來說的話 按照我們這個做法 當然你可以抓到這種 一個波段的一個轉折 但是你也可以抓到 我們所謂的一個 翻 有人說認為 要翻身翻背的那種幅度 那基本上 也絕對抓得到 當你的方法對的時候 像你看之前我們講的 去年 跟你講陸海 為什麼要講陸海 長期這樣慢慢的修正 之後我突然告訴你 陸海 為什麼 當時我也是折起來的 我跟你說你看這個標題 剛上來喔 偷偷上來囉 營業利益轉折 當然基本面絕對跑不掉 一定有消息 對不對 基本面一定有好消息的 可是問題是什麼 你要逮到時機 什麼時機是正確的起漲 轉折在哪裡 來 當時的周線 這一根周線 周轉折 那在周轉折之前呢 這三四根K線 量已經出來了喔 量已經出來的 價格沒有上去 沒有上去也沒下來啊 那請問你怎麼解讀呢 所以它已經出現籌碼集結 那籌碼集結的目的是什麼 周轉折 確認這一周買進 所以後來呢 這一周周轉折確認嘛 周轉折確認之後 這裡就很明顯 在籌碼集結了嘛 對不對 後來你一看 跑到這邊來了 一大波 那這一大波呢 回到日線來看 在這裡買的 153% 所以這個你覺得是大波段了 所以 同樣的道理 假設100萬下去呢 153萬 100萬就賺153萬 那更不要講了 你買資金大的人呢 200萬300萬這樣做的話 基本上那個幅度就更可觀 所以當你每一次的獲利 是以這樣的方式去抓大波段的獲利 或者是一個中型的 像剛才金毅林等等那種 中型的一個波段的一個轉折上來的 可能四成五成起跳的獲利 那你就會相信我剛才講的 你就能夠體會我剛才所講的 為什麼方法隊會一直對 因為方法隊的人呢 他會長期看得到自己的績效在哪裡 他知道我就是堅持這樣做 我們經歷的是行情很棒的行情 我們也曾經經歷過大環在修正整理 我們也甚至現在也跟你一樣 看到指數大幅度快速修正 我們都一起經歷 可是我們的做法呢 你長期來看 我們還是在累積獲利 為什麼 因為我們給客戶所操作的標的 他絕對都是 就像我剛才講的 第一個 你的所有一切一切操作 你是不是能夠帶給你自己 第一個 你的風險高或低嗎 如果你今天每次都在追熱門股 你的風險絕對不會低的 我們給客戶的標的 任何一檔股票 你看就像我們現在做的動作 跟當時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因為方法都是一樣 不用改變 這一週我提醒你 當時也是折起來的 籌碼在集結的你知道嗎 籌碼連續在集結 都沒有漲耶 那到底什麼時候 那就一旦點火上去 周轉折確認 那就噴上去啦 對不對 籌碼集結 周轉折確認 安國 周轉折在這邊 你看 接近兩倍 那你每一次都賺這種的 你每一次都賺這種 五成起跳 一倍到兩倍都拿到 你看你在這種位置買日線 在這種位階去買的 所以在這種位階 如果你遇到大盤在修正 像最近大盤在修正 請問你 你的風險高或低 你都是買這種低位階的 進入周轉折 準備向上走的 籌碼在集結的股票 你都是買這種低位階 而且籌碼在集結的 隨時準備 時機成熟就上去了 你的風險就已經很低了 所以 因為你買了這種位階的股票 就像你現在經歷大盤在修正 你的風險就是比別人低 一旦一切塵埃落定 確定穩定之後 又上去了 一上去 又是一個波段的機會很高 更不要講 如果大盤沒有什麼大問題的時候 立刻就直接上去了 不用囉嗦就上去了 然後你能夠拿多少 你拿到的還是一個波段的 有沒有 所以當你每一次都這樣做的時候 你每一次都針對這種位階的 從馬集結股票去操作的時候 那你的風險就是低的 然後呢 你又能夠拿到波段的獲利 你每一次都是賺波段的時候呢 你長期下來你是不是賺錢 對 所以你的方法就是對的 你就繼續做下去 所以我常常看到最近很多人 開始浮動了 最近很多市場和投資朋友 開始浮動 如果你這一路來你是累積獲利 你是賺錢的人 你就繼續用你的方法繼續做下去 因為你的方法是對的 不要被外在的任何的因素 去影響你的原本對的做法 堅持做對的事情 才是最後最後的贏家 所以一開始笑的人 不見得是最後能夠維持繼續笑的人 到最後還是開開心笑的人 才是真正最後的贏家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每一檔標的 我都預告的 波段期漲 你懂嗎 你要抓的是這種位置 它一定是籌碼 籌碼集結 都還沒漲 但是籌碼會先集結 然後周轉則確認 1月底一次 3月初再一次 回到周縣來看 1月底是這一次 周轉則確認之後 周轉則在這邊 3月初再一次周轉則 有沒有 籌碼集結之後 給你一次機會 預告兩次機會 你看 將近一倍 這一大段 一次 兩次 一大段 所以如果在還沒有漲一大段之前 在還沒有走這一大段之前 你看你的位階是什麼 你看你買股票的位階是什麼 是這種位階的股票 所以這種位階的股票 你的風險 就已經比別人低了 所以如果當時 你說市場 這個風吹草動 這個隨時瞬息萬變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對 有那個風險 可是呢 你已經把風險 壓抑到最小階段 大盤再 如果初戀大盤 下殺了 大盤出現什麼震盪了 美國科技股修正 或什麼 突如其來一個 一個利空 可是呢 你的風險 就是比別人低 為什麼 如果它還沒有啟動 可是你每次都買在這種位階的股票 你覺得你的風險高還得低 你懂嗎 那一旦塵埃落定之後 大家市場穩定之後呢 就上去了 了解我意思了沒有 方法對 你就堅持做下去就對了 可是會對的方法 它的風險一定是控制在最低的情況下 當你風險控制最低的情況下的時候 你就能夠去承擔大盤的修正 什麼的突發利空 什麼的突發事件 因為你的風險就先控制住了 所以成功的做法一定會先控制風險 能夠控制住風險的做法一定 最後一定是成功的 所以什麼方法能夠控制風險 轉折的位置去買 所以每一次我每一檔標的 我都是這樣子提醒你 然後你事後回頭一看 哇真的上去一波 所以因為你是風險控制的情況之下 拿到了大貨大獲利 這種做法絕對是長久下來 你值得點去操作的做法 所以每一檔股票都是如此 我們這邊每一檔股票都是如此 純網開的集結還沒上去 可是它準備上去了耶 對不對 準備上去了 你覺得它不會漲 那如果未來上去呢 你再回頭一看 哇這風險 這種位階的風險高還是低 風險很低嘛 對不對 那可是籌碼集結 所以你的獲利的機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這一獲利就是一個波段要獲利的 果不其然 有沒有當時我就是預告 我都預告跟你講了 一個上去 左轉折確認周 上去八成七 接近又是接近一倍 有沒有 然後回頭一看 你在什麼位階買的 這種位階買的 風險已經被控制住了 當你風險被控制住的情況之下 才能這種做法 它才有可能是我們所謂的長期對的做法 那你是用這種做法 在做股票的投資朋友 你為什麼改變做法 沒有必要改變做法 利空白白走 你不能說因為這次是疫情的利空 所以你覺得要調整改變做法 你為什麼改變做法 你因為你是賺錢的 繼續堅持下去就對了 所以到昨天我跟你說 你們都在看什麼股票跌停 什麼股票怎麼樣 可是你們都忽略了 一個真正理性的專業的投資人 或者是投資機構 他應該會在 大家都在討論什麼 那個跌那個 然後今天確診幾個人 確診案例幾例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是 全球股會市裡面 有哪一些訊號不斷釋放出來 你要去把它抓住 昨天我提醒你 美國股市也在休息啊 那我跟你說 你看美國股市在休息 可是呢 這家美國的掛牌公司 Noturn Life Lock 昨天拉出 前天拉出一根長紅 糾結五個月之後 拉出一根跳空上去長紅 漲10% 美國科技股修正 他卻逆勢大漲10% 對不對 他卻能夠逆勢大漲10% 那我就跟你說了 因為資安的趨勢要成型了 那資安也 資安也好 或者是一個智慧安控 我昨天就提醒你了 資安 智慧安控 這個面向 就是一個向上趨勢 然後呢 來到昨天 美國科技股還是中錯 再破低有沒有 連刀凶子都中錯了嘛 那他怎麼走的你知道嗎 他昨天再拉一根紅K 再拉一根大漲7% 兩個交易日就漲了將近兩成 市場資金已經來到這裡來了 這昨天我就提醒你的 人家美國的 美國市場他們的趨勢 就出現改變 這一塊 資安也好 或者是一些網路的一些 相關的一個 軟件的一些公司 或者是一些智慧的安控的 你要去留意的 沒有人跟你提這一塊嘛 全市場前兩天 誰跟你講這個 沒有人跟你講這個 每一個人在講的話 就在安慰你 跟你說放心 請放心 指數這邊擊殺 找買點等等等等 對不對 永遠都在講這些東西 可是重點是什麼 能夠先抓到趨勢的人 他絕對是最後的大贏家 我就跟你說留意這個台灣 那美國在掌Norton Life 那台灣呢 對不對 台灣呢 長期修正之後 長期修正之後 這邊籌碼集結準備上去 一樣我剛才跟你講的獲利秘訣 你說老師有些基本面 你沒辦法事前掌握 你底下也沒有研究員 你只是一個單獨的 小小的散戶投資人而已 你沒有養一堆研究員 你沒辦法掌握很多 上次貴公司的一些未來的 可能的數字 你沒辦法抓 那沒有關係 獲利秘訣呢 因為籌碼 永遠會走在 財報數字之前 因為市場就是這樣 很多東西 早就有人先知道了 那先知道的人 他絕對忍不住 一定會先去做動作了 那只要去做了動作 量價就會出現狀況 就會顯示讓你知道 就會出現籌碼集結 那在一段時間的集結之後呢 得到周轉折 你趕快買 因為他準備向上表態了 所以籌碼集結 準備要向上表態 這家公司呢 這檔股票呢 來 我們的核心家族 今天中午 我沒有跟你講價位 什麼樣我都不能講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就是全市場 第一批領先佈局的人 我已經跟你預告過了 底部 新趨勢 智慧安控黑馬 這家公司 小買50張就好 各位這1、20塊的股票 買50張 你也可以辦得到 50張會不會很多 各位 就1、20塊的股票 50張你很多嗎 不用 50張就好 就差不多 已經賺10萬了 不是崩盤嗎 賺10萬了 50張而已 如果資金稍微多一點的 買100張呢 20萬了 而且剛剛開始 我們期待什麼 又是一檔翻倍的黑馬股 所以這兩天做這個動作的標的 投資朋友就有可能 未來你現在投入的資金 可能就未來又翻倍 為什麼 因為你又買在一個趨勢大底部 懂了嗎 我永遠帶你做這樣事情 我們要大賺 這個標的如果有興趣 因為他剛開始嘛 那你有興趣想要知道 哪一檔股票 你有興趣想知道 是不是你想買 請你等一下 進廣告 先撥電話 你私底下來電做諮詢 我們待會兒回到節目現場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再次終到下午3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 所以你看只要方法对 你就一直对 方法对 而且你的方法是告诉你什么 你把风险压到最低的时候 在底部的时候 周转折 筹码纠结周转折 然后方法对 你就一直对 小买50张就76万了 你买了资金大的人 你买个100张 150张的 你一档股票 你的获利就是超过百万以上 每一次就是锁定 锁定好标的 有没有 你看周线 这根本没涨 根本没涨 筹码集结之后呢 上半周买 下半周拉上去 次周再拉长虹 你回到日线去看 就知道什么状况 星星 有没有 根本没涨 然后这周去买进 开始启动 有没有 这个就是什么 获利秘诀 很简单 你不用追 你已经把风险压在最低 因为在这种位置去买股票 你的风险就是比人家低了 它根本还没动 有没有 风险在控制的情况下 去赚钱 可是一般人不是 一般人都是什么 看到股票已经上去了 才想去买 那代表什么 你没有控制风险 然后你还想赚钱 那所以很容易出状况 你不控制风险 然后你又想要大赚 你觉得你能够在台北股市长长久久吗 这里买 你看风险高不高 风险很低吧 如果就算有突如去台 譬如说这个礼拜 突然确诊人数增加了 失控了 股市下来修正 很抱歉 我原本就没什么涨 我的风险已经很低了 那当市场稳定之后呢 我马上又上去了 因为我本来就已经准备好准备上去了 对不对 你要买了什么 你要就是要买这种 你就是要买这种位阶很低的 可是位阶很低 不是什么都可以乱买 你要买筹码集结了 要准备要上去的 然后就是周转折那一周 赶快去买 我们就带你这种位置买股票 就上去了 那这样一上 一个转折上去呢 你资金多的人 就是百万起跳的获利 筹码集结 周转折 你看从这里开始 两倍 每一次都这样 接近一倍 每一次都是跟你提醒预告 集结之后周转折 然后呢 你看一大波 将近一倍 每一档 1.5倍 微致 周转折 有没有 集结之后周转折 你看 你在什么位置买 这种位置你觉得风险很高吗 如果你觉得这种位置风险很高 那我不知道你们最近在这里去追钢铁 是什么用意 那我就很难想象了 那现在呢 没有人在乎这个 可是我跟你讲 这两天 美国股市涨幅第一名的 就是他 一天涨10% 一天涨7% 台北股市要买谁呢 就是他 我们已经在赚钱了 刚开始而已 想知道是谁的 拨电话 私下咨询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